嗨,大家好,我是阿美美 今天我要来教各位用宝特瓶来做一个步步高深的种花架 我们需要的材料就是这个,这种宝特瓶 就是多喝水2000cc的这种宝特瓶 我们需要9个 然后我们在这个宝特瓶的接近底部的地方 我们有做记号,两边都要做 我这边已经做记号了 还有另外一边也是要做记号 然后我们就拿那个26米的沿屑站来挖孔 然后来这种宝特瓶 然后去查看 然后进行 到这里 我最新银會问 那么这种宝特瓶都是 我们的宝特瓶 在这种宝特瓶之间 那么这里 我们下达就好 在我们下达就好 有一点よね 我们下达就好 后来点解放 我们下达就好 然后我们要在这个瓶子的上面 用美工刀割出一个洞 我已经割好了 然后像这个样子 我们就要做9个 然后我已经另外8个已经做好了 这样就一共用的材料 就是9个都这样就好了 再来我们就是要准备一根 这个6分管 总长是135公分 我们把这些做好的宝特瓶把它穿进去 我一下就来穿 现在9个我们都穿好了 我们先放在旁边 再来我们就是要准备 比较大的花盆 或是像这种很好用的油漆桶 里面要装满土 因为我们为了只是示范 所以我们暂时没有填满 那接着我们就是要把这个管子穿进去 我来穿 穿好以后我们就把它放到这个桶子里来 现在已经固定好了 我们来移动宝特瓶的角度 那移动的原则就是不要遮到这个种植孔 你就不要就是这个地方不要被遮到 就是调整大概这样 现在位置都调好了 我们就可以开始来种菜了 我们开始来种菜了 1个字都是调整 1个字 3个字 1个字 3个字 2个字 2维 超红柄 我们现在一颗一颗把它种上去 现在我已经把菜种好了 我们来看一下 是不是很漂亮呢 而且这个都可以调整角度的 这上面我有再种一颗菜 各位是不是觉得很不错 如果觉得不错的话 你们也可以动手做一个 今天我就介绍到这边 如果喜欢我的频道 请记得订阅 并将它分享出去 可以的话也请帮我按一个赞 谢谢啦 拜拜 谢谢观看 谢谢观看